詞・曲・編曲 李宗盛 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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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 李宗盛 我是何永喜 《聖詞日記》這本書的編輯 由於天與與關系 因為場地的調動 要連累大家一等 真的非常抱歉 我們《城市一記》這本書 剛剛推出了兩個月左右 裡面的作者Khloe 訪問了18個香港的市民 可能在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先請Khloe 簡單講一講 關於她如何選擇的個案 還有我們有些片 想大家先看一看 很感謝大家今天來參加這個討論 也很感謝大家很耐心地等了很久 現在終於可以開始了 現在你們看到的是一個網站 我們除了有一本書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網站 我們這本書是訪問了18個 一般普通的香港市民 就是中英文的本書 因為我們希望跟更多不同的人溝通 如果你是中文的人 你可以知道香港人做的什麼事 香港是一個什麼城市 如果你是看英文的 你也可以看到香港現在最新的 一些香港人會做的事是甚麼 香港是甚麼地方 我們這本書中 我們收錄了18個人 那18個人是甚麼人 分別有一個叫做 細宿的人 可能現在你看到少少這個 細宿的人 他就是一個 是一個搞魚蘭的八百里 那個魚蘭聖會 就是在我們現在很熟悉的中環的蘇豪 但以前原來那個地方不是叫蘇豪 是叫沙漢的 他就幾十年了 在那裡搞魚蘭聖會 可能大家都見過 但可能就沒有特別去留意 其實搞的人是甚麼人 究竟為何他們會這樣做 細宿呢 我們就說細宿這個故事 就通過細宿 是一個甚麼人 為何要這樣做 以及他搞聖會的時候 遇到甚麼困難 去說城市的轉變 以及城市對文化遺產的影響 除了是 我們有說魚蘭聖會 其餘的文化遺產 例如是大坑火龍 我們就訪問了三個人 其實在書中也會看到 或者你們可以拿書去揭露 在書中也會看到 通過三個人 一個叫做輝哥 他是火龍的總指揮 一個叫吉叔 吉叔就是輝哥的好朋友 兩個人一起去喝茶 互相取笑對方 然後做了一個女生 叫朱自然 通過三個不同年紀的人 在大坑這個社區 做不同的事的人 去很立體地說 火龍是甚麼 以及城市發展對火龍有甚麼影響 或者現代社會對火龍有甚麼衝擊 例如朱自然 他的角色就是 他是一個女生 他是一個女鼓手 但為甚麼他會是女鼓手 因為原來 在火龍這個傳統集序中 女生是不能碰火龍的 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你最厲害最厲害 可以和火龍最接近最接近 都只不過是他做一個女鼓手 然後吉叔的故事 吉叔是一個外人 因為以前只是大坑人 他們叫大坑仔 才可以沒有火龍 但吉叔是外人 吉叔是一個外人 因為他開車房 我們可以從吉叔的故事 看到車房在大坑的轉變 不如我先不說太多 我們先看了這段影片 因為我們想說的是 用不同的角度去描寫成事 這段影片是關於細叔 如何搞魚蘭勝會 拍片的導演在旁邊 就是陳浩倫 很感謝他拍了這麼好看的影片 不如我們先播了這段影片 請你再次回到這段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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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這段影片 請你再次回到這段影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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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